身穿傳統服飾 充滿張力的動作表情 表演出自行過一位 將客家文學融入一位戰爭歷史 呼應客家精神 還有追尋自由的過程 客家八音演奏 配著歌手快嘴 將海外發揚光大的雷鬼音樂結合 不過一個轉音 其他歌手帶著小朋友出現 一同齊唱客語歌曲 搭配後方創新的視覺設計 展現出全然不同的 Haka New World 疫情的壓縮情況之下 能夠在非常緊迫的時程之內 讓我們今天開幕一次 能夠順利辦理 2023世界客家博覽會 在11號上午正式開展 由客委會及桃園市政府 共同主辦 是全世界首次以客家文化 為主題的博覽會 希望台灣成為客家文化 振興的故鄉 可以讓台灣成為全世界 客家文化傳承發展 永續的一個核心跟平台 這是我們軟性活力的展現 世界客家 台灣客家 活動分為客家主展區 人文地境區 多元文化區 還有企業響應區等四大區域 為期66天的展覽結合桃園智慧城市的特色 希望能成為全世界客家文化交流的新平台 在這邊鼓勵我們所有台灣的朋友 能夠花時間來這邊一睹 我們客家文化的美麗和珍貴 期盼大家可以不分族群你我一同欣賞展覽 認識多元文化特色 體驗客家 風俗民情 TBS新聞林志偉 藍廷 桃園牆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